我們看這題 這題他說 由超級計算機運算 知道說這個是一個直數 那知道這個是直數的話 減1是直數 那加1是不是直數 我們怎麼判斷 我們曉得說 連續三個正整數 其中一定有一個 能夠變三整數 就是說 連續三個正整數的話 一定是一個被三處於0 一個被三處於1 一個被三處於2 好 那現在的話 這個是直數的話 那我們下一個數的話 是不是 這個是直數的話 它一定不能被三整數 如果它能夠被三整數的話 它就不是直數了 因為至少它有一個三 這個因素的話 它就不會是直數 好 那下一個數的話 能不能被三整數 下一個數就是 2的 幾次 8 5 9 4 3 3 3 這個數能不能被三整數 也不行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它的話 這個 如果它能夠被三整數的話 這個一定要是3 這個2的這麼多次方的話 它不能被三整數 或者是說 我們可以怎麼寫 寫成這個樣子好了 3 3 這個東西不能被三整數 為什麼不能被三整數 我們看看 你2的話 如果它是一次方的話 這個2的N次方 你2的3 2的3 2的3 5 5 6 5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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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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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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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9 8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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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0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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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0 10 9 9 9 10 9 9 谢谢观看